中文化 非常感謝各位又收看這個 三場光頭佬收視 不開反昇, 謝謝各位 我還叫黃即 為甚麼節目是好看的 為甚麼?因為有三場光頭佬 其中那一位,羅家英就是我 我就是羅家英,東方匣英第一號 你就可以了, 盛龍申請你反權 大家好, 我是麥家 你好… 我們三個人都算挺合拍, 也不錯 麥老家是好東西 一向有個最佳法 當然 太婆 你也好東西, 占叔 才子占叔 不關我的事, 才子不關我的事 但我也有幾個好拍檔 藝康、蔡蘭當年也算是好拍檔 是… 今晚不設防, 我就學習吧 遠循其美 你和大姐 本來應該挺好拍檔 拍檔也不像入港一樣 我和她的拍檔不是那種拍檔 和你沒有你那麼開心 和她一起, 讓她整天監視我 保持我, 管著我, 吃著 今天我們請了一對最佳拍檔出來 是嗎? 和我們很有相似 這代也算奇怪了 拍媒體 即是混過界 是 像你這樣, 做了舞台就好 又混了電視電影 那我多妥多藝 又是填詞音樂, 又混了電視電影 每次都混了 其實… 老闆, 不是多才多藝 是老一飯不行 就老多幾飯, 香港一被勤力搏購 是不是? 你以為我又想寫稿 又想寫詞? 我不要一飯電視, 吃不到飯了 那這裡倒閉一點, 那裡倒閉一點 是不是? 這檔也很棒, 不懂字都會出書 我也扶貴了你, 吳君如, 李力池 居然寫詞, 吳君如 是… 小姐, 真是要扶貴給你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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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請坐我的位置 不, 你們說的話, 雖然很適合 是 喝酒喝酒 但我也有些事要糾正你 接受詞音樂的訪問 十幾年前曾經做過 今晚又是你們三米 我覺得跟詞音樂 算是影壇和藝海裡的長征書 挺感動的 對, 很感動的 二十幾年了, 認識我了 三十六歲了, 三十三歲也做 我十六歲就認識詞音樂了 真的嗎? 真的 對了, 這本書很厲害 先送給大家 送什麼? 繡材人情 一一三冊 這個就看了 這個挺好 我告訴大家是沒有電腦汁的 真的 現在的電腦技術也很好 沒有 你小時候是瘦還是胖的? 我小時候其實還沒瘦 是肥仔 是肥仔的 肥妹 是肥妹 他有一段時間 都迫近肥姐的 肥姐有一段時間 我想請問一聲 你當時突然減肥 是否因為跟杜先生分手 所以減肥 也是有這個理由的 是嗎? 是否因為他刺傷你呢? 刺傷我 他怎麼刺傷你? 不是, 首先一段感情 一定有很多東西 是嗎? 令你分手 我胡亂說被別人刺傷你 我聽到時 小道何妨不是被你刺傷得好嗎? 對, 所以我應該這樣說 反過來說 不要對別人很不公平 所以應該覺得自己不檢點 經常… 報食 以為找到一輩子的幸福 然後自己不理會身世 但原來男人始終覺得 女人拖出街要很美女 很純粹 雖然這是最膚淺 不過我想每個男人都是這樣 不是, 而且那位男人 自己已經身體靈恆地做出來了 是 讓你看了, 拜託你照顧我吧 對, 因為他的身形很好 他經常暗示 明示就說… 他基本上因為你胖 所以跟你分手 又不是這個主要原因 但他明示暗示了很多次 你好像真的要看看你的身體 你好像已經很胖了 然後一個不留神, 就分手了 後來讓我發現 原來他跟了一個超毛 他那個很漂亮的身材 超級不得意 對 超瘦的不得意 超級不得意 對於當時的打擊很大 我真的哭了三、四天後 就決定心肝減肥 那時候有多少磅 那時候是140了, 知道嗎 但當時你說你… 是否剩下一個磅 對 以你這麼小 有一天真的在家裡大便 容許我這裡這麼說 小小的事情 我在大便, 坐在這裡… 你當這裡是… 你當這裡是嗎? 示範, 你試試看 那坐在家裡, 在大便 形君如大便, 原來就是這樣 難道這樣 到底是他? 誰知道 那也要拿一張報紙 對, 這樣 當時在大便時 看上去, 為何有四折肚腩 跟你的座椅一樣, 看不見 你聽不懂嗎? 然後說糟了, 我做人做到這樣 我當時只有二十多歲 是否這樣呢? 你遺漏了, 遺漏了一點點 你看見四塊, 還要鬥一鬥 像你剪花梳一樣鬥一鬥 然後有點回震 對 而且走的時候… 走的時候那兩個大腿 是… 因為這裡有很多肉, 你知道嗎? 很瘋狂, 為何… 互相鼓勵 在那裡逛街很辛苦 兩個大腿在折擦、磨擦 全都閃了 對, 經常都覺得有很多汗 真的很不行 然後… 是否心情很危險呢? 就哭了四天, 失戀的時候 哭了幾天, 之後就滴起心肝 先說你怎樣減法 怎樣減法… 我第一個月就跟了一個餐單 那個餐單… 就是跟餐單的? 跟一個餐單 但是我沒有跟足, 我跟它的概念 就是那個概念 它就是肉配菜, 菜配飯 譬如你吃雞肉配菜, 吃牛扒 就是不准濕肉混在一起? 對, 不准三、兩樣混在一起 蠔肉真的想吃嗎? 想吃, 蠔肉、雞肉、豬肉、牛肉 就是那些魚都想吃 是否每一餐只能吃一種肉? 對 什麼肉都可以吃? 只可以一餐吃一種肉 然後第二個月就減少吃一點 仍然是吃的, 但就不跟餐單 第三個月就吃齋 第三個月完全純吃齋? 對, 純吃齋 然後就是這樣, 大家是大量運動 不過要做一些出汗的運動 愛情有什麼關係? 對於我減肥嗎? 是 也有, 你問得好 我一向都問得好 不然怎會這樣做到… 你初出道訪問, 到現在 你都快沒得了, 我在訪問你 對, 她很好, 我們三個都要說一次 你好…大家好 很親密 繼續找你回答 關係是因為現在這個男朋友 很喜歡女人秀 現在這個男朋友是誰? 長毛, 別名 別說誰了 她喜歡女人秀的地步 我最好是找錯比亞那種 平衡的 真的假的 舊時的 對… 我還喜歡嗎? 我還喜歡你下評 對… 她最喜歡看見女人骨慘慘 好像很… 因為她覺得女人這樣很負擔 她很負擔 很需要她保護 對, 很脆弱, 整個病 她又不走去摸妝 比較像義江, 喜歡保護那些三個人 但顏色不適合 顏色不適合 但她怎麼保護你呢? 一直發聲, 一直耳機吵吵吵 怎麼保護呢? 每個人對著不同人 有不同的面孔 你跟她們認識幾年? 認識了很久了 真真正正的拍拖就四年多 五年 四年多了? 有了 好, 為什麼還會結婚? 因為…這問題很尖銳 對, 突然間… 突然問得好 問得好 我想我可以幫你回答 我想幫你回答 你回答吧… 你看我怎麼回答 因為這個男人, 這個丈夫 將來的丈夫很喜歡女人瘦 假如他知道, 他媽媽也好 所有女人結婚後, 叛徒就會胖 他不如不要結婚了 你說得很有自費 對嗎? 就是答得好 問得好, 答得好 對, 他不是拿這個來比例 他內心就差不多這樣 你喜歡他的代表嗎? 其實就是這樣 去過一個階段後 很多事情都被捕捉了, 被捕捉了 大家現在這麼好, 為什麼不維持這個感覺 結婚無非都是想生小孩 但是我們倆都很不準備好做這件事 而且很不準備好轉變一個角色 但是現在的男女關係 是不是很多人都用這種方法來保持 我不知道, 我覺得很適合我自己 很適合你? 不是, 不是說真的… 你別吵架了, 姐姐 你現在在哪裡都不能問嗎? 可以, 問題是… 你不告訴他, 我和我獨得慰 今天國慶兼中秋節節 我們請你吃美月餅 沒錯, 美月餅很好吃 不油不利, 吃極不胖 好, 今天就送一隻 江頭三網蓮蓉丸給大家 真的嗎? 很多人真的很想知道減肥 我上次吃美月餅 真的不錯 我吃美月餅 吃美月餅 來, 女人 吃美月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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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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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最主要的原动力了 而且你觉得很重要的是 人不要活得高兴和健康 你想下肥那样东西 我不是鼓吹人瘦得像超主模特兒那样瘦 起碼你先處理好自己的健康 原來我肥胖又會走路盡 又會出汗,又會悶疹 血糖又高,又有膽固醇 心臟病,又有脂肪 你想想這幾百樣問題,你已經知道 而且你每天吃的東西 都控制著自己的份量 你也有個譜,你裡面付錢,對吧 小如,有一件事我很欣賞 就是你在書上寫說 你說減肥對於和做愛是拉上關係 是… 是嗎?又這樣說了嗎? 對… 這也是其中一個沿動力 對… 你在這裡不妨很詳細、具細 不可以描述 描述… 你可以試吃飯了,我們這裡有位置 對,很有興趣… 很有興趣聽到你這樣描述 你別只顧著笑 好,來… 我當作是很嚴肅的問題 對… 好,先說一下 我也忘了有這個問題 生理學上,我們也想描述 有… 感情 感情之中,說話男跟女很正常 性感 你想想,你多麼又沒有缺乏 如果身材不太好 如果你要光蜜蜜地混在床上 然後… 又變形了, 占捏了哪一塊 那你說一下… 嚇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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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嚇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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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表現, 讀書也說了 以下的…什麼? 事情堂要加上配肚, 加上配肚 你想想一對…只能合遭地想 一對夫妻過了這麼多年 性生活當然有些悶ень 有時候當然要搞一些花神 要搞一些羅曼蒂克的東西 就是A、B、C的不同花式 對,不是說花式,而是說環境 環境… 例如立足… 你也要的,難道每次兩夫妻都黑燈嗎 到了這種情況,兩夫妻都很厭 你自己的身材已經不太見得人了 除非你老公不停很愛你 可能有這樣的老公 說我真的很愛你,沒了你會死 我真的很喜歡你的胖子 那些是另說的 就是這樣摸胖子,說說說說 這個另說,如果有些老公 我很恭喜大家,很幸運 找到這麼愛惜你的老公 我又不要說這樣 又要說你的凌遲 導演,怎麼訓練到說一個好笑的笑話 說一聽一聽 說一聽一聽 我本來沒有… 占叔,你不要在占叔面前拔門弄虎 說笑話,這些是大師 我們那些算是甚麼 不是,占叔也…當年占叔出的那本笑話書 我小時候看不明白 半夜三家打給他 是 占叔,那裡為什麼呢 令我當年的女友誤會我跟這個女友怒 真的嗎? 三、四點鐘 那次是好笑的 我女友很威風 她生病,她不住醫院 要住希爾頓大酒店的套房 那你說醫生、護士… 是,那就去那裡看她 真的,大哥,那我就要賠 下來摩朗街吃一碗麵 就遇上吳小姐 而是曾華善小姐 這兩個 很恐怖的 活寶 這兩個活寶 當年曾經上訓練班 我還會去導師教詩兒 不過我教詩兒的導師很厲害 一上課就說你們不要學詩兒了 找不到吃的 對… 是真的嗎? 是真的嗎? 真的嗎? 對,你學詩兒做什麼 找不到吃的 全香港只有一個找到吃的詩兒 叫做何守信 你們永遠不會搶到她的地位 不過乖乖地想去拍劇好過 所以還沒試過經過我訓練班 教出來的還沒養成功的詩兒 每個人都聽到我非常好的提供 然後以後的叔叔就能做了 沒有人不來掌位 對呀,很誇張 想跟我說這句話 對呀,已經笑得肚子,我是笑得肚子 對呀,當時我計算過那條騷子 我說你…一年有五個大騷子 五個大騷子,當時叔叔做了 計算了,隨十二個月就比駕駛的士 你做師爺做什麼都找不到吃 我說找不到吃的 你們進訓練班,上去吃 這位小姐當時是三劍俠的 劉嘉玲,曾華倩永遠坐在一起 她一笑就翻桌了 你放一個真是好反應的 全部男士… 好像以為你說得很好 對,你覺得自己說書說得很好 全部男士都在這裡,最慶祝 梁朝偉,越坐越低 她一笑就嚇到全部男士就醒了 有她很好,有她在這裡 碰到她,多好 我真心覺得你好笑 第一課對她有印象 我沒見過別人聽書這麼返海 立刻去問校長劉芳慧,那個人是誰 爸爸是夏春秋 夏春秋的女兒,東叔的女兒 就知道她是小女兒了,對吧 不要騷擾 很輕,不要騷擾 這個已經不能混合 旁邊的兩個都可以想想 這個就不好了 這個就這樣截住了,對吧 那就是約樓嘉玲,老神 那天我去吃麵 碰到她倆,被人結帳了 做師傅,有這個反應就這麼好 在我本書裡寫了一個名字 就要送笨文集,剛剛出 那就送了,送了書 忽然間有曼,三點多鐘搶電話 尊叔,你那個避孕梁芳怎麼接? 我接不到 喂,隔壁那個女友 幹什麼?誰打電話給你,三點多鐘 哪位?你知道她很儀態嗎? 那時候不是很儀態 但是那時候這樣打橫了,已經睡了 解釋了不知多久 什麼…我想…什麼叫避孕 不是,她有一個照畫 是接來接去接完的一個避孕梁 要接了才知道是什麼 原本那句話很長 不知怎樣接接短了,是一個刀線 就是有一句話 如果想知道的,又可以買尖叔本 發文集 不要緊 你有沒有做過Casting 找個演員呢?找女喜劇演員嗎? 有沒有嘗試過? 嘗試過,但是… 難不難? 很難,很難,很難,很難 女喜劇演員,女喜劇演員 你知道嗎?我真的很欣賞你 這個東西,真的很欣賞你 這個沒有一頂 她是天生做喜劇演員的 我沒見過一個女演員 做這麼愚蠢的動作 整部電影 你居然覺得好笑嗎? 是 離譜,整部電影就這樣 在那裡弄出一個垃圾 你覺得她好笑嗎? 大哥,有沒有搞錯? 我太太確實了 十八代祖宗的最醜樣的醜婦 都被我問候了 你知道嗎?我去大陸拍電視劇集 找女喜劇演員,然後找女演員來 喜劇,每個人都說拍三口,可以 我說踩招皮,跌落地可以嗎? 我說可以,你不要讓我受傷就行了 可以,什麼人把你醜化行不行? 可以,我說挖鼻子行不行? 當堂停了,原來挖… 當鏡頭挖鼻子是最難的 老實說,女醜很少 很難… 花旦漂亮的大把 不要找到一個 女醜很難找的 聽過吧? 聽過吧? 她真的…她真的少 當時經常說吳君如接班人 誰又說我接班,誰接班人 我看完之後,還不是我的對手 接班人 接班人 我有時間去做,你不要說我大口氣 不用勤力,冷靜才能做 我做… 好像很大口氣 不大口氣,絕對不大口氣 問題是為什麼呢? 其實一個字那麼淺,做什麼都是這樣 雖然說我辣,其實我承認我是辣 其實你做的時候 只有用心做,什麼好看? 投入 投入,用心做 做任何東西出來,他會感覺到 你真是真心的 你搖廁時也搖得真心的 麻煩你搖廁,真心你搖廁時 你說開礦多開心 男人、女人在這裡真心開礦 那一刻搖廁時 搖廁時,搖廁後出來… 如果…你演戲就是這樣 你不停在這裡幻想,你有多真心 你又有自己真心 你去完廁所出來那一刻… 做一個大小的東西 是嗎?你弄光了 你演戲一樣的 你不停在想現實生活中有什麼好弄 你覺得世俗很噁心 你先做不做,你做的 怎樣突破那件事 為什麼敢一個熟女、少女 美女在鏡頭面前 說別人怎樣突破 怎樣突破 是 你為什麼會肯做? 因為周圍拍戲的時候 有些人很好笑 對 我覺得自己做得很好 於是就忙了營造 一拍攝拍攝的時候 你不知道人家在笑你 他不是,他在笑我做得好笑 他不是在笑我,敢做 不,我初初也不… 黃禎叫我這樣做 你嘗嘗遛鼻屎,這麼賤的女人 這麼壞,他就叫我做 好了,第二集他叫我做 我開始有點不高興 我開始覺得… 你應該加點鹽、加點酒 了完之後再吃 成功人 我開始覺得是 對,我賺到錢了,我很窮 我還要撩,不用撩了吧 他說不是,是一集 你上一集撩,為什麼今集不撩 上一集右手,這樣要左手 玩兩隻手在一起 不是,撩完還要吃 我記得第二集開工的時候 拍攝第一個鏡頭 最佳選友,拍了兩集 因為當年很賣錢 然後拍第二集 然後第二集 我很記得鏡頭在鐵閘 那裡,機器放在裡面 就關上鐵閘 我按鐘進來,機器就這樣拍我 現在鐵閘在前面 我在忍著眼淚哭 在哭什麼呢 我還要撩鼻屎,真是太熱了 我很紅了 為什麼還要撩鼻屎呢 我現在就紅了,我不用做了吧 我又想,後來就說不是 我是演員,我不是在做自己 而且別人真的喜歡你這件事 你才會紅 而且又很成功,真的很賣錢 各樣… 然後我就說不管了 豁出去,還是做一個角色 所以那一刻開始 我就覺得我是一個演員 中秋佳節不僅是吾光發貴 亦不僅是善鵝賓業 更加不僅是我們肉圖陪你這麼簡單 還有我們三個江頭佬陪你過中秋 祝大家人月兩團圓 看著我們,單滿你消極都不圓 不行 第一次陳可新找一個拍的一套 叫做金竹炎文,我第一次拍他 誰是陳可新? 陳可新… 長毛,真是 對… 金竹炎文,對嗎? 對… 第幾集吧 第一集,叫我客廠角色 那時候我剛剛拍了一點名字 他就突然不知道做什麼 然後叫我擺機佬和章 對,那場很好笑 但很狂… 很狂… 很狂… 為甚麼呢 我想不做,我是文武生 要穿背心短褲 很好笑 做得很狂… 很狂… 那時候過不了 我過不了… 但你也拍了 但我想想… 很好笑,你跟誰一拍? 跟曾志偉 曾志偉,對 跟曾志偉做相機,真是嘔心一點 差點一點 我現在還不習慣 我的臉沒有人可以… 僅似於跟我一起,金竹炎文 現在我可以這樣做,當時可以 當然了,因為志偉… 陳若新,我真的要跟他澄清一下 當時我想不做 但他知道他感受到你不做 但你之前不是接到劇本嗎? 沒有劇本,到時才告訴他 他沒有… 一天的… 他沒有跟你說,嚇住要見 嚇住要見 我跟導演說,你找槍打死我吧 打死我,你也不會有這槍 你剛才說除褲也行 看前面也行 我做到後來就知道 因為原來很多人覺得我沒有演員道德 你做了演員,為何不做呢? 不,其實每個演員應該有極限 有條線 過不了… 過不了,我覺得不要勉強 你投入不了,做不到 你強行做也不好看 後來我跟自己怎樣解釋呢? 我說現在我正在電影行業 如果我連這個角色都能做到 將來會有很多人找我拍戲 甚麼都可以做 或許多都可以做到 對… 就是這個意思 你的心態 你的心態適合 因此奠定了以後,你不能拍戲 是… 說得也… 說到這個拍戲 你除了出書、導演的電台 你拍戲還有多少飯? 剛才跟珠海一個主題公園 搞了一個大型全景式的舞台劇 我做一個主角 舞台劇 這些不是我主動去玩的 只不過聊天 大家有這種事,不如再玩玩吧 我自己很喜歡娛樂圈 我不會離開娛樂圈 娛樂圈除了電影、電視、報紙、雜誌之外 我覺得能夠娛樂到別人就叫娛樂圈 我入行時有個師傅教我發達秘笈 好 真的很容易 真的發達 怎樣? 他說發達有三大秘笈 第一招,他說一定要勤力 勤力 他說你一定要做18個小時 你做24個小時 勤力過人,大家的智商差不多 我勤力過他,我贏他 而且他說這個世界上… 是他說的,不是我說的 這個世界上有百分之五十的人 是懶惰的 你一勤力,你就打碎了百分之五十 他已經同態了 一半 只剩下百分之五十而已 第二件事,誠實 老實說,你騙人,千萬不要騙字 騙他一輩子 是 要騙他一輩子 你才叫他… 就是騙他一輩子 騙他一輩子 這樣就慢慢做… 一人沒騙 一人沒騙,騙他一輩子 他說世界上有百分之二十五個人 是不誠實的 因此百分之二十五 你誠實,就淘汰了百分之二十五 只剩下擂台上 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在跟你打 但這百分之二十五 又有這種招勵,又勤力,又誠實 就像阿力這種人 萬馬Sir 萬馬Sir 不是,還有… 帶三件事,拿你的命監 你別很開心 好… 這種人在這裡… 這種人一定受歡迎 一定有很多關係 當然是到處可以被招勵 還有四身刀 這種人一定是四身刀 但是你要打敗這種人 唯一一就是專一 專一 就打敗他 小心點 你不夠專一 不夠專一 哪方面專一 什麼都是 靜疫一個目標 做事 做一件事 那不是一個對娛樂圈專一就行了 對 我也專一的 那不是娛樂圈,飯飯也通 變成飯飯也不通 我也專一的,我也專一 我有個理想 理想是什麼呢? 其實都是電影 但電影,你也知道 投資這麼大,要向很多人交代 有時電影一時三刻 你去不到這裡 暫時先放在這裡 我去別處 但其實目標都是向這裡 還有剛才馬Sir你說的 有一句話 其實我放在心裡很久 你跟我說的是為他人設想 我不知道,你曾經跟我說過 但我一直都放在心裡 就是為他人設想 你做什麼都好,都為他人設想 我怕到我要為觀眾設想 我是要娛樂到觀眾 因為觀眾付錢來買票入場 要娛樂到他 我出本書,我要為觀眾設想 就是為他人設想 我覺得這件事是我一直放在心裡 變成馬Sir很喜歡 很喜歡說這些小道理小道理 其實閘下閘下,這些很有用 雖然老土,但非常有用 我覺得那時候… 什麼叫老土? 沒有,剛好洗就不是老土了 剛好洗就不用洗,只是你老土而已 不是他老土 有時候… 不過,馬Sir,我有件事想跟你解釋一下 你覺得專一這件事 一向都是說專一是好的 其實有一個毛病 下面有油,你專一就會轉下去 如果你很專一,但下面沒有油 你轉穿了地球 你的洞就專一了 你就變成了專洞專家 但是轉不到油出來 這樣的時候,你就懂得要轉薄 是 你要多轉洞 下面也沒有,你死轉,要轉一 轉多點洞,但每個洞都要轉一 要轉一,我覺得是對的 但是你真的到了差不多 發覺我現在開始,死定了 認為這件事可以 誰知道那件事 我是黑膠唱片的專家 人人DVD的時候,你還是黑膠唱片專家 那你遲早要開香港 開幾間博物館,你當館長 我覺得耕田可以專一 我始終會有風條雨順 我一次大風收就收拾 但娛樂圈不是耕田 娛樂圈是偏門的東西 我覺得不適而太專一 我認識一個賣水貨的高斯拉 我有一個朋友 她也是奇貌不揚 我看過以前的照片 一個很普通的男生 她又說去做演員 我怎麼做演員 但是她呢,她很聰明 她現在到了40歲左右 有一點點禿頭 就留長頭髮 然後吵肥自己 像磨碌一樣,矮矮肥肥的長頭髮 然後被她博到黑社會大佬那些 我問她,你為什麼要吵肥肥? 我的造型不行 造型不行就要想辦法改變 很多時候有些演員 他們死亡一旁 一直保持那個盤子 大哥,你都不行了 好心,你轉轉型吧 你不要這樣說程豐的爸爸 全世界都知道 你和阿昇仔很老友… 一直合作下來 忽然之間兩個關係真的不好 這是我認為 兩夫婦離婚 是沒有人錯的,兩個都對 大家有不同的立場而已 你解釋給觀眾聽 你的立場是什麼 你的解釋是什麼 我想很簡單而已 我已經結婚了 我有一個小朋友 我有爸爸媽媽 我的想法 或者我是一個住家男人 我的生活習慣等等 我的看法都很不同 一個未結婚的男生 一個男人 而現在大家的年齡這麼相近 或者他的社交圈子完全不同 很多時候創作的路向 選材方面總有一些分歧 就像一棵大樹一樣 回到後會生枝 我想這些是一個必然性的東西 對,沒有誰有錯 沒有什麼正確的東西 我兩位都挺熟悉的 其實他們兩人的思想個性 在某個階段來說是很合拍的 在某個階段來說 開始有分歧 有句說得對 千宵萬撩 對,一時之間是說不清楚的 其實這個世界… 不,我還想說一件事 根據過往來說 其實我們都會合作完之後 大家又分道揚鑣 四處找尋一些新的刺激 當有什麼合適的題材 覺得… 在一起了? 在一起了,又回來了 我們來說也有九分必合 九合必合 就是一個組合永遠在一個環境裡 會很悶 這樣就好 不懂得這麼專心 不懂得來不中玩一下 不出便,是吧? 你拍拖,是吧? 一定要喜歡長毛嗎? 拍一拍短毛來看看 短毛就不好 再回去拿長頭髮 你想想也沒頭髮吧,麻煩你 對,謝謝兩位 成功… 很成功,你又出第四本了 血雷屎 血雷屎 你直接切髮指,改變生活習慣 又去找地方可以坐兩個月 出來再做一本 好… 謝謝… 包你繼續可以瘦身 謝謝… 周潤達告訴我 他拍攝這個當時德令 全世界都說公認 是20世紀最美的美人 該女演員穿著白衣 這樣就很久了 周潤達那次 還沒認識現在是年妹 還沒拍拖 單身的時候就開始有些少… 這個確是二十世紀的第一大美人 在發霞想看著 忽然之間看到該女演員就是這樣 他說以後就沒了這個心 好…